多遠一點 這裡敲到空間邊 旁邊的房間有一點 加起來大概有六七件 以一個兩房單位來說 比例上多了一點 這個色面其實漂亮 看上去暗紋 不过好像看到这里那样 哎呦 画花了 惨了 没得磨的 由农地改划住宅发展的珍妮 供应开放式去到三房单位 两房占大约两成六 研修单位430尺属于大两房 穿过三尺多的圆关是长营客饭厅 占了120多尺向南 通风靠22尺的露台没有其他山窗 开放式厨房有木製厨柜组合 配胶板式面 加入金属装饰 未正式入住已经出现花痕 可惜的是就算觉得外眼都难以修补 没得磨的 你要换这件花就拆掉这件东西 再装上去 有时候有些插梳位顶着你 连插梳也拆掉了 那会烦一点 你说将来用下来也有机会花 因为看到一条轨在 比如我安装了一个勾放在那里 这些勾可能挂一个锅铲 锅铲常困它 困得多就会准花 两间房的摆位同客厅平牌 主人房七十多尺 不太试正 但比例适中 厨尺窗旁边有结构柱形成粒位 日后摆架丝有一定的难度 看回整间主人房 预计睡床应该都会放在 玻璃幕墙那边 而这里这幅场就应该会放在衣柜 但是看到这里有一个维修窗 它的背面其实正正就是一个 空调分体机的一个空调分体机的 一个空调分体机的空调 因为根据现在法律的要求 其实发展商需要提供一个 让师傅可以出到去做维修的一个通道 因此我们就需要这个维修窗 至于为什么空调会安装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主要发展商一般都会安装到 希望将那些空调这些东西装在一起 让看下去就不会影响到大厦的外观 刚刚现在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开门可能开了就会到这个维修窗的一半 如果你说真的要做一个衣柜在这里 你遮也遮不完 但如果你说维修窗可以做过一点点 可能日后真的可以让衣柜完全遮住它 看上去外观上会更加好 但唯有不少空心砖两间房都有 我经常说的标准是10% 其他锅就过了 坦白说有时10%多都会放的 去到四分一 三分一 当然这些没得放 唯一是怕它 因为不知道业主会放什么 它有机会砸烂砖 修理的时候可以考虑转个洞 灌张补回它 整完之后敲一声是确实的就可以了 主人房连接工作平台是标准的16尺 不过隐门自终开启之后令到可用空间大减 但是这个位置又真是有点难 胖一点都过不了 走进来都一定要遮住这个位置 很难说很轻易地去经各道门 始终门都阻了很多的地方 如果当初发展商是将门向这个方向开 其实我们会觉得是更加好的 因为其实这边都是一个扭境 而那边其实商道是更加开扬的 可以有一个好一点的景观的同时 其实你可以更加好地用到工作平台 进而位于元朗18坑路 回所同住客大堂同层 占备6千多尺 设计特别加入青砖等等的中式古代元素 设施包括名茶室、书宰、 供应厨房设备的宴会厅 另外也有健身室、游泳池和儿童游乐园等等的户外设施 在这里 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打赏